嗨,哈喽大家好,我是卢威,今天的话呢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个MC我自己的服务器的一个小消息啊 上一个月呢我发布了我自己的第29个服务器卢威的远方是吧,哦远方的卢威 估计是因为放寒假了玩的人挺多的 只不过呢在期间我还秀秀补补多加了一些模组少加一些模组删一些是吧 导致这个服务器里面尤其是服务器后台啊杂乱不堪 作为一个有服务器日志洁癖的人来说呢 我决定啊再把这个服务器优化一下重新打包一下 做成我的第30个服务器 也把服务器的优化做的比较的好 只是你们开这个游戏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游戏配置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服务器它这个区块啊 你是想拉多远其实是可以拉多远的 包括这个地形也是比较的好看 我这个服务器风景向的玩家必定是要把这个风景高好一点的 之前有人说它装物理模组的话会比较的卡 我这是把物理模组呢先不加进默认的服务包里面 而是在游戏外文件夹用可选mod的方式 大家如果配置好可以加这个物理模组 不加物理模组也没关系一样能进啊 当然大家也可以不用进服务器玩啊 直接下载下来当个单人游戏来玩也没关系 进服务器的话我这边测试了一下 有的时候可能出现无响应的情况 你只需要先进个单人游戏 进入一个单人之后 然后再退出游戏 然后再进多人游戏就可以秒进了 先进单人游戏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子离谱的bug 要让游戏缓存一下是吧 再进多人就可以瞬间进来了 整体模组呢相较上次而言少了一些模组 比如说海洋生物啊 海洋生物之前加了生物太多了 导致服务器非常的卡 生物越多越卡是吧 所以说我删掉了那个海底生物的模组 然后呢还有一些影响小黑塔刷怪效率的 比如说突变生物啊 我把突变生物也给删了 然后呢这边加了些什么呢 加了一些更多的遗迹啊 然后这边所有的遗迹之间的距离会拉得更远一点 跑图嘛大家看的就是风景 要看的开心一点 整体上来说跟29伏区别不大 当然还有一些服务器玩家包括粉丝 包括舰长帮我做了一些这个任务啊 还是非常的感谢他们的 做的都非常的丰富 包括这边还他们独创了这个抽奖系统啊 可以在这里面可以抽到各种各样的奖励 大家想来试一试多人或者单人游戏的话 可以进一下我的粉丝群 这里面有公告还有安装包 包括这个视频简介也直接有安装包可以分享 不过IP地址的话是要进粉丝群才能拿到的 你看你看这个试剧 我的天 直接拉拉拉了个128啊 拉了个128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这次第30伏的一个简单介绍了 大家就把它当原版的生存玩就可以了 怎么还有点糊糊的啊 这个是对焦没对好吗 天哪 包括这个里面的背景音乐啊 都是我自己选的 非常的有回忆想 是吧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这个服务器就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下载一下哦 那我们之后 也不知道之后多久 可能会有第31伏出现啊 希望这个服务开久一点吧 好吧 哟 这后面是谁 无声来了 啊 我们的舰长 哈哈